你怎么能这么轻易的把电话号码留给一个女人呢 当时的局面是如果不留他不走他不下车 哎呦沈哥你在哪呢 他你是谁啊 我说你忘了 我说我说昨天搭车呢 你啊 蹦他都把电话挂了 我怎么听出了那个故事的感觉 就狼来了 对对对 结婚之后怎么样 结婚之后挺好的 我们一起打拼事业 我是男哥他女哥 他唱得好你唱得好 我俩不一样 他是当时唱民歌的 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检验一下 看看谁唱得好 那他说离婚你同意了吗 我说那就离吧 你的感受是什么当时 分间也有点接触不了 就觉得他不会同意 是他不会同意吗 还是说他居然敢同意 你说是哪种 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第二次离婚 那是因为生活了一年两年之后呢 他的同学 他的朋友 我们周边的朋友 都会在他身边说一些 我的坏话 这主要就是说 我这人不行 不是他可以依靠的人 也说我对他不好 很多人都这么说 然后他的这个思维也就会有变化嘛 然后他就有很多事情就不再听我的了 那年就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 曾经帮过他需要借钱 我俩也同意 但是我们当时现前是没有那么多的 他向我们借20万嘛 然后这个月方就没有跟我的商量情况下 20万给的他 人家是拿房本抵押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 房本就拿走了 然后说他拿这房本又要去贷款什么的就拿走了 我也不知道 后来又说这个 我当时是劝他不要不要借这个钱 不能这么去借 然后到最后让我最生气的是 也没有借条 最可怕的是 当我们真的发现这个人消失了以后 去追追究这个事的时候 才知道这个人有好多的身份证 也就是说他的人就是不靠谱的一个人 我当时跟我老婆讲过这个事情 我很生气就是 别人说什么他都可以听 唯有他最亲的老公说什么他都不听 那你想想这是因为什么 没有现任感 那人跑了 20万对于那个时候的你们来说 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在创业期也需要钱 这次又是谁提的离婚 我啊 我生气呀 你这次他是怎么提的你来说 那我当时就是那种 那咱做错事了呗 那咱就认呗 还是去办公室 叫我去谈话 他又叫你到办公室谈话 然后呢 让他往外房我都差了 他管身份证都好几个 老婆 人也不认 你看着办吧 我给你都不在一个频道上 我舌子没法给你裹 咱俩离婚吧 还是那间办公室吗 嗯 你怕吗 他说离婚 我怕 当时是因为咱自己做错事了 我当时说 我说我知道错了 错有用吗 你错没用 你错有什么 那你答应离婚了吗 我当时就说了 我说你你再想想 然后你要是想亲了 你要非要离 那我也没有办法 我能说啥呀 我也没法说呀 然后我说你念吧 郑哥咱有俩孩了 现在咱的事业都在一起了 你再想一想 你是真想离吗 第二次 反正就是当时特别的恼怒 愤怒之下的冲动 是吗 好 后来离了 嗯 哎 那个办离婚的是同一个人吗 是 同一个局 同一个人 复婚是同一个人吗 都是 这个人好痛苦啊 这个人觉得自己做的每一次事 都没有意义 这次离以后离了家没有 离家 就是这一次是我带着两个孩子 去我们另外一个房子那住了吗 那家产分了没有 呃 这次没有分 没分为什么呢 这次没分 因为 因为当时我跟郑哥说了 本身我自己都做错事了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所以我也没有想过家产的事情 我只给他说了一句 就是 说了就是把孩子给我 我净身出户 我什么都不要 这次离婚和复婚之间相差了多长时间 两个月 两个月 嗯 这两个月过得好吗 呃 这两个月 反正我不知道他好不好 我问他 他他都没说过 他说反正我是不好 但是我带两个孩子还好 你过得好吗 不好 哪不好了 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 不喝酒真睡不着觉 也没心思吃饭 就心里就是空落落的 家也没了 老婆也没了 孩子也没了 反正就是很 真的是当时就是很生气 你这次是怎么说的 复婚 呃 这次也是 在自己生气那段时间 就是自己生气啊 自己也跟自己老过不去 然后我就时不时的去找他 借口是看看孩子 呃 要么去你那吃个饭 呃 晚上要么我俩喝点 也就是拿这些借口吧 也都经常去 你会跟他喝啊 哦 你为什么要让他进门呢 其实我潜意识当中 还是不想跟他离的 毕竟是两个孩子的亲爹 谁想没事了去离婚呢 两个孩子 嗯 而且我也搞教学的 也有很多离过婚的孩子 他们成长都 我觉得都不是特别的健康 然后就 他说一起吃饭 那就吃饭吧 哈哈 他说的复婚 又是喝了酒说的 呃 说了好几次吧 就没有同意 但是后来两个月之后 呃 也是 因为他不喝就不会说话 就不坑 他也说不出来 然后喝点酒 当时是在家吃的饭 我做了饭 然后呢 他都说 哎呀 汪亚房 你看赞兜多大了 你看我马上 我都该消死事了 他自己说的 他说 你看咱俩汉的 也都张大了 呃 你 我重要的目的 也是为了让你张大 他说这个意思 他本身 毕竟是赞错了嘛 然后呢 还还跟 我两个孩子不知道吗 我两个孩子都以为 是爸爸是不是喝酒 又吵妈妈 他俩生气了 然后呢 我儿子都说 妈妈 你就原谅我爸爸吧 你看小朋友都知错 都能改了 我爸都知错 能改 都跟你说好话了 这是我儿子说了 当时才四岁吧 四五岁 然后他就 哎 他就可高兴 也真是我的好儿子 完之后 他就给我女儿 他说 管管 给你妈妈说说好话 然后呢 我女儿也说了 我女儿说 妈妈 我们再给我爸爸个机会 对 我们再给我爸爸个机会 其实他俩什么都不知道 他俩不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你就原谅我爸这一会儿 我们再给他个机会 最后 也没 也没往下说 第二天他都说 走吧 去复婚吧 我嘴上说行行行 我就一直拖着 拖到第三天 他就受不了了 他就那天晚上就去家了 到那 到那我一看 把他的鞋 衣裳 都搬那了 都搬过去了 要住哪 要不走了 你现在你得跟我领复婚证 反正今天我就不走了 他要是不去那找你 也不是跟你说复婚 会怎样 那可能就估计是不会 不会吧 不会复婚 来吧 第三次离婚 我们先预知一下 第三次离和第四次节 还是不是那个阿姨 是 还是那个阿姨 先说第三次离 就是春节要回老家 我两个哥哥一个弟弟 然后他跟我爸 我哥 他们都关系都很好 回老家都会要吃点饭 喝点酒 然后晚上就跟我哥哥在一块喝酒 我二哥可能喝多了 然后我弟弟本身是 跟他性格有点像 也不爱说话 然后我给我弟打个电话接我哥了 因为他们还没结束了 然后我弟弟去接了 我弟一到那一瞧了 我二哥喝多了 认为他姐夫可能把我二哥喝多了 他心里面就不高兴 不高兴 然后呢 他俩本身都有点那种 就是因为我俩离来离去了 我弟弟都觉得这个姐夫了对我姐不好 他本身我弟就不高兴 完之后就想很少 就少跟他 他俩能少碰面 就不会出现冲突 然后我都说 弟弟你哥在这儿了 给你哥倒个酒 我意思让我弟弟给他倒个酒 然后呢 那俩就喝好了 就别 谁也看谁也不顺眼了 人家就不喜欢他嘛 对 我弟就那样 然后后来我弟说 我才不给他喝了 然后他也喝点酒 你不给我喝 我也不给你喝了 就这样好起来了 吵起来之后 他回去就心里面就不好受 然后他就觉得 我弟弟不懂事 不尊重他了 他心里面就不好受 就一直憋屈着 那后来呢 就不都回去了 过完年 我弟也在新乡 他也是搞这个生育培训的 然后到了新乡了 我在上课了 我弟弟就去班里边去找我了 他一看我弟去了 都叫我们的吧台老师 就娘我弟弟走 为什么呢 他说这是我的店 我不想让他在我的视线里 在我的店 小气 我也不知道他外边 在发生什么了 我又听见外边 可吵吵 嗷嗷叫的吵 我说啥情况呢 我一听跟打架一样 然后我正在上视频课 我说乖 那个五分钟就要下课 我说你你先等一下 我好像外边啥情况 我一看他们俩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真的 真打起来了 在哪 在教学楼 在教室 我的天 然后然后打起来了 然后我都赶紧 我说宝贝 下次三课 我再给你补补上去 然后我就出去了 出去了 我一瞧 俩人都打起来了 那么多人 一会儿警察去了 破天哪 这人丢打 警察去了 后来我一问 他报警了 你报警干什么 我老公把警报了 因为当时我的想法就是 我知道他弟弟什么脾气 我更知道我什么脾气 我怕发生冲突 我就先报的警 让警察来处理 让他出去就完了 你做这所有的事情 与其说你是幼稚 不成熟 不如说 你是不尊重你的妻子 对 我听说你 扇了你弟弟两耳光 对 你为什么要扇你弟弟两耳光 我不想让他啃那儿骂 就是我觉得 你还是偏向老公的 你是按你弟弟耳光 你后悔吗 后悔 我特别难受 不说这些了 这次又是他离的吧 这次是我 这次是你 你咋说的 到了派出所 我觉得我整个人都是崩溃的 我觉得我当时就恨我自己 你觉得你好难受 特别难受 你觉得你活得特别夹缝中生存 对 而且就光想让他们多好 完全就都过得不好 就是都不开心 回去之后 我没有回家 我跟我哥去我哥家了 到了第二天去上班了 我说我觉得哥不像哥 弟不像弟 姐夫不像姐夫 小舅子不像小舅子 我说我也很累 我太辛苦了 我不想再这样 我说离了吧 我觉得你报警 我觉得特别幼稚这个事情 其他我也可以理解他 因为我弟他本身也有 他自己的一些缺点 但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姐夫 能够扮成这个样子 就无法接受 他很顺利地就答应了 你不觉得这次是你的错吗 对呀 那你答应是干嘛 就是觉得 自己过分了吧 就是也是自己 觉得是自己的错 没有权利去 跟他说 你觉得自己什么错 第三次 就是我后来想的 就是跟你刚才说的是一样的 如果我考虑过我老婆 就根本不会做这件事 你觉得你的问题的根源在哪 心情不好的时候 跟朋友聊天 喝酒 许旧聊天 朋友也会说我一些问题 也会说 我老婆多强 多强 多强 可能这些事情 从开始 我俩开始到现在都一直存在 其实有一种情况会让人特别恼火 自己明明用功了 而且自己明明用力了 付出了 但你会发现 你特别想获得的别人的尊重 和良好的朋友社会关系 你老婆不费吹灰之力 他就能得到 你发现没有 对 所以与其说 你们之间的矛盾 主要是因为 他比你强 你不服造成的 倒不如说 这个不费吹灰之力 让你很难受 还是精神出户你 对 你又精神出户 对 因为我要孩子 我们俩 然后就这样 一直有个一年多 这一年多 都反正相安无事 虽然说是分开 但它有一点很好 就是对孩子 从孩子上小学 风吹雨打的 无论你再忙 早送晚接的 送了多久 我女儿现在是六年级 我儿子现在是二年级 就没断过 每天早上送 哪怕是他跟他朋友喝酒 喝再晚干啥 他都会去送孩子 接孩子 包括班学校里边的老师们 因为我的上课时间 和他们都有点充 孩子都是他在弄 一年半之后 也是我两个孩子 在说这个事情 他也变化很大 我觉得我也成熟了 离婚这件事 说白了 狠狠心也就过去了 说明你们俩都不是狠心的人 都心软 你说是不是这事 就觉得 我两个孩子弄得也没有 爹了 也没有妈了 然后一年多之后 我看他也变化了 然后我的思想也变了 我觉得不能让他一个人再变 一个人再改 后来我就觉得吧 拼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 就是为了好好生活 现在什么都有了 俩孩子了 也比以前生活好太多了 还在乎别人干啥 后来就 复婚了 但是复婚的时候 又是那个阿姨 阿姨说 你俩来了 又离了 还离吗 不离了 然后离婚证就不给了 就把结婚证给盖了个章 现在能接受别人说 你老不强了 能 他好我也好 他离不 不离了 新婚 再婚 复婚 这三种婚姻形式当中 复婚是最难的 新婚就不用说了 再婚 志同道合的意义 更大于情投意合的意义 但复婚就像煮了夹生饭 再煮 除非倒掉重来 要不然的话 那饭再怎么煮也煮不熟了 行吧 我们先听老师怎么说 他们的分享 岳芳一上来就很爱笑 整个厂的气氛都是活的 所以大家都喜欢你 谢谢老师 但我其实觉得爱笑的女生 是很会藏泪的 一个类型 而且你又这么感性 又深情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可能有很多 是这种笑着会流泪的时刻 这是你给我的感受 然后你又是一个很有热能的人 那肯定先生是 气场是有点冷的 你们两个人正好是冷若互补 肯定是这样 所以你可能在事业上很多方面 在人际关系上会比较顺利 也是因为会单纯地相信人 对人是愿意去信任 哪怕付出成本 他也愿意你好 我好大家好 所以你跟他在一起很轻松 别人跟他在一起也轻松 就其实你们两个人 头老是说的对 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就这样吧 挺适合的 所以我是觉得 你们俩现在就把心里 那些犹疑都放下 你是喜欢他的 我告诉你 只是你一直没有确认到 然后现在在这个 每次这三次中 有一点难度了 他会感知到 他是喜欢你的 然后你呢 又喜欢他这个劲儿 就这样吧 你们俩是打不散的 好不好 好 对 谢谢你们来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刚才阿莱老师也提到了 土雷老师也曾经提到了 被尊重 因为有个被字 所以它是我们无法主宰和左右的 是他人的看法 对 那么他人的看法怎么来的呢 需要我们自己做到值得被尊重 当我们自己的实力不允许 我们的心气的时候 就会形成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 那么往往呢 一个有修养有修为的人 就会把这个落差指向 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 这就是我分析你们情感轨迹的一个过程 还有 小王 我也挺喜欢你的 不仅仅是你的笑声 因为你很明显是一个复原型的人格 换做很多非常高敏感人格的女生 这一次又一次的离婚折腾 早都心如死灰了 他不会还带着微笑 全情投入到这个婚姻当中去 最后想送给你们两位的 尤其是送给吴先生的 我们经常有一种错觉 认为幸福是有 有钱 有权 有房子 有车 有尊严 有面子 但是事实上幸福是无 是无忧无虑 无病 无灾 所有的有 都是给别人看的 而所有的无 才是自己过的日子 对 自己的 地图这句话送给你们 非常好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有什么话跟妻子说 谢谢你来了 应该就在这里跟你先说一声 对不起 然后也就接着在这个平台上 再对着你说 谢谢你这13年对我 不离不弃 一直对我呵护 保护 支持 陪我打造事业 给我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谢谢 我想说的是 我很幸福 陪我两个孩子 希望我们以后能越来越好吧 来看看他送给妻子的礼物 这个是我第一次送给我老婆 这个手链 之前我送过他戒指 项链 耳环 但我觉得 我想拿这条手链 就是 从今天开始 一直拴着他 用我的余生 陪他到老 谢谢 所有的情话在 两个人好的时候呢 怎么说都浪漫 但是在两个人分了之后 怎么听了都刺耳 就像那个结婚照一样 你结婚的时候 你看着他特喜庆 你分了手的时候 你再看着那结婚照 就特别刺眼 就人怎么可以这么反反复复 我们不要动不动 有的时候拿幼稚来说话 这也就他皮糙肉厚 这也就是这个女人 你说脸皮厚也好 你说他心胸比较开阔也好 但其实仔细想一想 这是一件特别没面子的事 但他没面子没关系 他们娘家人对你够宽容的 好吧 就这样吧 祝你们幸福再见 谢谢头老师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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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你这13年对我不离不弃 一直对我呵护支持 谢谢你给我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 想要诉说 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